早上做了个梦,好像是要搞什么活动 这个太耗时间了,太耗时间,太耗经历了 所以我就说,哎呀,这个太费神了,我就给你唱一首歌吧 唱了一个日本的,好像唱日本的北国之称 好像唱这个,后来醒过来一天就不对劲了 这种国已经在美国了,美国应该不应该唱北国之称了 我不知道是应该,这个梦里面要讲什么 这个时候我看到那个,穿着那个日本,复杂的日本兵,拿了枪了 这是在中国,是在中国的那个,在中国的那个山,或者森林里面 这个中国,日本呢,离美国远着了 离美国远着了,日本呢,离美国远着了 然后日本呢,从中国竞争了 从中国竞争了,从中国竞争了,从中国竞争了 本来啊,本来啊,这场战队啊,也就仅限于 基本上就是,主要的问题啊,从这三个国家来讲 美国,日本,中国来说的话,仅限于就是美国 仅限于日本和中国之间的那个战争 但是呢,但是呢,那个日本呢,也不知怎么打错神经了 不知怎么打错神经了,就是,其轱炸那个珍珠感 然后呢,把美国拉进来了,把美国拉进来了 然后把原子弹一炸以后呢,就改变了这个世界的歌曲 改变了这个世界的歌曲,改变了世界的歌曲 现在,就是要写一本书啊,一本书 要把这个事情搞明白,就原子弹爆炸以前到底怎么样 爆炸以后又怎么样 他们是把原子弹这个危害告诉大家 要把危害告诉大家,要把危害告诉大家 把危害告诉大家 一定要把那个危害告诉大家 所以呢,你如果不把那个危害告诉大家的话呢 人家,人家就会把年轻人呢,就会把这段历史回放掉 会把这段历史回放掉 年轻人会把这段历史回放掉 所以呢,原子弹爆炸,对我们地球人的影响 这个是很重要的信息 是很重要的信息 很重要的信息 所以呢,要传播出去 传播出去,传播出去 那个唱歌的那个歌声呢 就告诉人家 就一年传播嘛 就告诉人家,当年有原子弹爆炸这个事 有原子弹爆炸这个事 原子弹爆炸这个事 我说的唱歌就是把原子弹爆炸这个事 告诉给大家 要把原子弹爆炸这个事 告诉大家 怎么把美国拉进来呢 就是把郑州感给炸掉了 给郑州感炸掉了 把郑州感炸掉了 应该来说 对,我过后说完了一个 我再补充再拍一次 应该来说是把那个郑州感卷进来了 把郑州感卷进来了 我先说一下子 在这个梦里边呢 我刚才看留言当中是 先看到船 那好多船呢 在 进在海里边 然后感觉好像那个下水了 那个船上 也有血 然后我就跑到船上去了 然后那个主人在那边 因为人跑到船上去 然后不让人家看到那个 我就躺下来 躺在那个 有血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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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对啊 应该那个 轰到郑州感的是 12月 12月7号 我记得 194月的 12月7号 那个 10月 12月7号的话 应该是有下血的 时间 对了 应该来说 这两个梦是同个梦 应该是同个梦 讲的是这个事 应该来说 这个是同个梦 但是我录音的时间是分了两次了 同个梦 也就是说 本来呢 我现在合起来 把这个故事讲一下 本来呢 这个战争呢 就是 只限 日本和中国之间在打 然后呢 因为那个 日本呢 不是打出了什么神经呢 就把那个 郑州感给轰掉了 把美国郑州感给轰掉了 郑州感给轰掉了 郑州感给轰掉了 以后就把美国采进来了 美国采进来了 就那个原子弹 然后这个世界的科学就变掉了 然后呢 现在这个东西 原子弹一张以后呢 把那个外星人给轰进来了 把外星人给轰进来了 把外星人给轰进来了 所以啊 一场战争呢 就是 我们这个 一场战争以后 就变成四方的关系 变成四方的关系 日本 中国 美国 加外星人 四方的关系 现在我们正在 我们正在清理的 就这个 四方的关系 我们这个 包括我们现在 书上讲的也就 基本上就扯 在四方面 四方的关系 啊 啊 这种相对 就是 这四方的关系 对啊 美国 日本 中国 加外星人 四方的关系 我们正在写的 就这四方的关系 啊 我说 唱过《一年传播》 实际上我没有讲的就 解决这个四方之间的关系 好 知道了 再见 再见 再见